我们现在整个车衣都贴完了 看这车呢 它现在其实已经开了有30万公里 今年大概就3万公里左右 虽然公里数比较大 但是原车漆除了后杠后盖 之前有发生过刮乘 塞一点做了油漆 然后其他部位呢 都还好 但是有很多的凹坑 然后车主呢就说 这些凹坑呢 它不用去修 它可能不是很懂这个凹坑修复吧 而且我看这个坑修下来也不少钱 它说还是不修了 所以说尽量保持它原来的一个状态 无非是把膜给更换一下 对 然后包括窗膜 这窗膜当时应该贴的不是很好的窗膜 侧挡呢一点事都没有 侧挡一般的不会有事 然后前挡呢 之前贴过 然后玻璃也换过 然后现在呢 它说前挡玻璃就不贴了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它就直立说这个前挡玻璃不贴了 然后现在呢 是给它方向盘的皮整个换掉 因为那天我开它车的时候 那方向盘上半部分的皮都是裂掉 按道理它这个是进口的意大利的牛皮 一般使用下来呢 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呢 那天客户说自己 虽然它是老总 但是它是把自己当副总用的 整天车间啊 什么机器啊 机床啊 对吧 手上全是油污 所以说摸起来呢 全是有可能容易腐蚀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它的前挡呢 它已经好几年没贴了 然后直外线加这个油污 导致它这个皮呢 就跌得很夸张 所以说刚好我们隔壁呢 就是做内饰这块的 我们让它们呢 把它慢慢拆下来 整个皮重新包了 还是包进口的意大利的皮 所以说这样呢 它一进车呢 开车就心理上就舒服很多 舒服很多 对 就这么一个大致的情况 包括这个车的轮毂 还都好好的 还都好好的 对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整体的一个车况 前杠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原车器的 都已经快十年的车 对 这里都还OK 然后就是这个车窗 车顶压条 到这里啊 这里呢有点 从表层的轻轻有掉落 这些都是小问题 小问题 然后当年你看这种 奔驰的边条 全都凉化 然后我们到里面 给它看一下 它这个方向盘 方向盘呢 现在是已经弄好了 已经弄好了 原有那个样子 到时候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呢都已经完好 全新 原来那种大概比这个 就这种状态 然后又裂掉 对 看这脏的 车 看 脏的 里面 贴完了 再给它大致地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 这前面没有摸的 对 整体它现在已经开了三十万公里 还是挺会开的 里面很脏 座椅全都磨损了 这个是属于正常的磨损 二十七万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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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后排都还好 这些皮啊什么的 它做的人少 都自己开的多 然后车主呢 现在已经有六十出头了 本身开的是奔驰的S 他又没想过要再去换 换个宝马七夕 还是奔驰迈巴赫啊 对吧 感觉没什么意思 已经这个车开开 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所以说想继续地 再开几年 再开几年 对 所以说现在就进行一个 整备翻新嘛 相当于翻新一样 因为它很多小问题 我们都给它处理掉 最主要是表面 面子工程要做主 对吧 所以说把车衣给全车换 换完之后啊 这么新 客户还是 这个看起来又是一台新车一样 心情 不一样 对那这期视频呢 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接到这台车的心情啊 也就感慨一下 就是我觉得 整整整九年 做车衣整整九年走过来啊 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也非常感谢啊 感谢这种 一直支持我们的老客户啊 不只是这台车 还有可以说是千千万万的我们的客户啊 对 对我们的信任 从玉环走到交江啊 甚至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找我们啊 昨天还有一台历水啊 对 就是我觉得 嗯 如果 这个视频里面反复强调了 我们就是像内球 从来不关心外面 变得怎么样啊 我们只把 手上的事情做好 嗯 然后 把一台车做好 我们做做手工的事情 它是没法避免说百分百没问题啊 但是出了问题 我们是百分百 只要是我们责任 我们是百分百承担 并且 会给你一个 比较好的处理方案啊 这是我们做手的原则啊 对 所以说 这是我们真正在意的 我希望就是我们服务的每个客户 体验了我们的服务之后啊 是真心的满意 并且真心的信任我们 然后呢 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然后分身边的朋友来我们这边服务之后呢 实话你还有面子 然后他呢再介绍朋友过来啊 所以说我们这家店呢 基本上的风格就是服务老客户为主啊 因为我们团队人呢 也就这么多啊 已经算多了 已经算多了 对 但是这个人员呢 刚刚好能服务我们现在的一个体量啊 你再要多 那我就可能花更多的推广费啊 虽然我们现在没花什么推广费 因为基本上靠自己的这种视频啊 还有老客户去做宣传 基本上什么硬广什么我们都不做啊 都不做 就是很简单 我们团队这么多人只能服务这么多的客户啊 然后再多来呢 我就是要么推广的成本增加 才能有更多的客户啊 然后客户来了之后 你要增加更多的员工啊 才能服务这么多客户 然后员工多了之后 你要增加更大的场地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都是成正比的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体量 而且现在这个行情呢 我觉得这样就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所以说没必要去跟别人真 该是我们的客户 该信任我们的 该相信我们的 他再远他都会来 你不是我们的客户 我就给你再便宜 你觉得我们还在坑你 对不对 所以说没必要啊 所以今天这期视频呢 就是跟大家 就是唠叨这些东西啊 就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感慨就是感慨 对 那我们今天呢 把它 贴好 然后今天给它送回去 我很期待这个客户 拿到这台车的时候 那个表情 应该会蛮惊讶的 老伙子 又换了一车新衣服 对吧 OK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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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